人生中有许多贵人 尤其是启蒙的贵人 这位主厨国中毕业就进入餐饮业 累积30年川菜与18年客家菜深厚功力 20年前将两种菜系融合 研发创新料理 把重口味的川客菜变得精致轻巧 也有如艺术品一般 即便年轻花甲 依然乐于每天进厨房五国弄产 发想菜色 对烹饪始终保持热情 他的料理精神就来自父亲 也是启蒙他的人 每道菜都要有家的幸福感 因为从小看着父亲长厨 直觉那是一种独享的幸福感 深深影响着他 客家菜和川菜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好像它不靠海 他们都以一些中国新菜 还是以肉类为主 还有那个核心为主 二三十年前台湾餐饮圈 吹起川菜客家菜融合浪潮时 林燕盈就是第一批站在浪头上的厨师 各路菜系味性特色 试过一轮找到川客混搭的基因 客家菜它跟川菜都比较咸香 像你像这个菜来讲 它都比较 颜色比较浓 然后它比较偏甜 狗中菜它在我认知 它高档食材也比较多 什么干贝 鲍鱼那种的 跟这个客家菜好像比较不搭 三十多年川菜资历 结合二十年的客家菜功力 每一道菜都是老饕们的心头好 即便店面开在科学园区 假日依然高棚满座 以前我们所谓的川菜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麻布豆腐公保鸡丁 它新川菜有一个特色它就比较麻 然后颜色它菜色颜色方面比较鲜艳 以前我们像我们回钩的炒起来就比较黑黑的 油油亮亮的这样子很咸 新川菜它现在就比较包括它的盘式各方面都有比较讲究 捲成块状的鲜嫩鲁鱼肉 吸饱黄灯笼椒酱汁酸酸辣辣鲜香开胃 就是林燕吟口中1980年后改良过的新式川菜 光找这个黄灯笼椒酱就一大问题 当初的时候专门做四川调味品的那个厂商 它也没进口这个 然后我就拜托他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这个 当年在成都考察时吃到的味道 让林燕吟回到台湾念念不忘 费尽心思找寻同款调味 好不容易进口来的货源品质却不太稳定 这批来什么味道好像比较淡 有时候来超咸的 里面一不注意那个比例一放又放错了 整缸又倒掉又重来 很麻烦 现成的调坏了顶多浪费成本 但自己腌的腌坏了 代价可就得不偿失了 以前川菜调必须都有一缸这种泡菜 那是基本的穿着一个小菜 味道要正宗 从底料就得下功夫 传统四川泡菜自行腌制不假他手 然而发酵程度全凭经验控管 稍有不慎 时间与食材全都化为乌有 你实时刻刻要注意它的滷汁 它这个这缸汁的变化 你要看那个天气 看它的水 看这个汁的浓度 这些技术性一些调整一下这样子 基本上一点要拌两次 它那个会沉淀 酵母会沉淀 这东西一定要让它时间发小 有时候发过头 洗锅了 然后整种就要倒掉 从四川泡菜卤汁与黄灯笼焦酱调和而来的酸汤酱 完美妇科之余也稍作改良 增添台湾在地滋味 三千水 羊起来水冷 所以它肉生长速度慢 它肉非常扎实 然后吃起来有Q度 市场随处可见的鲁鱼 林燕盈宁可多花一倍成本 也要找到符合它标准的品质 市场买的鱼肉吃起来就比较烂一点 同样的鱼走鱼 同样是加州鲁鱼 我们就一直找到山上他们养殖的 一直在找到问同行的 问同业的 哪边有比较好的品质的鲁鱼 鱼头 鱼尾以及鱼身分开烹煮讲究熟度 林燕盈做菜细心又有研究精神 酸汤肥牛改鲁鱼成了创举 当年还在餐饮圈刮起一股旋风 有 大家有大概要观摩一下 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同行说实在有一些好友 有时候都是学着就开始在一起 大家都一定要互相交流 大家把川菜这个饼做大 眼光放远 互惠互利 林燕盈成了业界同行尊称的阿影师 做菜做了三十多年 至今依然乐于发享新菜色 例如将传统川菜绷山豆腐融入客家风味 酸菜是炒豆瓣浆的 它白水煮 然后沾豆瓣 炒过豆瓣浆的寿司沾着吃 结合客家酸菜与四川野山椒 炒好之后还得先放进冰箱两周时间 那个辣椒 野山椒 酸菜 整个香气让它释放出来 甚至放一个月 两个月 它越放越香 腌制再放制的做法 耗时费工又容易失败 达了成功之后的风味 综合了川菜的辣劲 与客家菜的酸溜咸香 口感绝妙 阿影师的每一道首路菜 都是硬底子正功夫 真的是很费工菜 我们先要下去用猪耳朵下去卤 要卤大约两个半小时至三个小时 那个软度 然后又要捞起来 然后把它层层相叠 一层一层的慢慢叠起来 然后又放入冷藏库 隔天才能使用 从四川取经的猪耳片 圆形一片片堆叠出十多层 最后凝固为美丽 纹路的猪耳朵大理石 然而初期光是凝聚成型 就让阿影师伤透脑筋了 刚刚你说那个胶脂 胶脂不够 直接把它叠起来的时候 你切下的时候它会分开 后来我们就加入一些鸡脚下去熬 加一些比较有胶脂 另外再加猪皮 让它胶脂更够 它切要切薄乳脂的透明 这样口感吃起来才好 摆起来越漂亮 越薄越好 哪里不好的话它会碎掉 一刀下去四平八稳 每条侧边的厚度整齐一致 片片晶莹剔透 富有美感 易落刀工 来自学徒时期的勤学苦练 那时候比较流行磕花 蔬果雕 然后就似乎也不教你 那科好的成品在冰箱 我就把它偷拿出来 然后拿去那个 那时候在新生别的高下降下 就拿了个萝卜 造那个师傅科好的 人家休息 我就在桥下慢慢学习 模仿那个师傅科的这样子 从小家里做吃的 耳濡目染之下自成底子 父亲告诉不爱念书的他 不读书就要有一技之长 因此国中一毕业 阿营师就跑到餐厅当学徒 四五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拿菜刀 开始切菜了 所以我入行穿菜的时候 我学得算蛮快的 别人可能要花五六年 我想说我两三年就把它学 四五年下班 我会利用空班 去切一切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进步就很快 别人一天切两个小时 你切四个小时 你当然比他学习快一倍 有基础又有态度 阿营师在短短时间内 就当上知名川菜馆的主厨 即便如此也不曾停止学习 在转换客家菜的过程里 依然勤于做功课 我去到什么内湾 一些客家庄去他们看 他们知道前面那个灶台怎么炒 就在那边看 一直看一直学 他好像客家菜 就好像妈妈炒菜的样子 他周围料理不复杂 可是他该废工的时候他要废工 像小碗慢煸 把那个肉煸香 把那个鱿鱼煸干 成功的捷径就是努力与坚持 还有父亲耳提面命的 尊尊教诲 他说你这个时辰 不一定要用最高级 可是你要用好的 用新鲜的 不要怕说省麻烦 去买现成的 现成成品 你像油葱酥 我们就 我们那个米粉上最重要的 那个香气 油葱酥 我们坚持就绝对是最大的 米粉里头夹杂其余碎肉 汤里还有芋头 花枝丸 改良自父亲手上的米粉汤 成了每桌必点的精致佳肴 每一口都吃得到 掌除者的用心 像花枝丸就是一颗颗 手工捏浆 有时候我们大批做的话 我们三四个师傅 也要做两个小时 一般花枝丸都没有放 什么酒蒸桃 我想让我们 可以把它加一点 柯架油葱再加 我们还有加我们那个花枝 花枝碎肉 我们这个其余肺要腌制 腌制个半天 让它整个入味 然后再把它表皮 把它扎成金黄色 让你搭配米粉 你把它捏碎 跟我们肉水快捏出来 贯彻父亲训诫 却来不及让他看到 如今成就 是阿营师唯一的遗憾 然而那份继承而来 对料理的精神与观念 深深影响着 做出来的每一道菜 东西要好吃 你就必须要付出时间 付出精力 看客人吃的满足 那个快乐感 我们就觉得说 做这个菜 我们做这个行业是值得的 连过半百将近花架 阿营师依然天天拿锅铲 上炉台 在他身上 看不到碎裂的痕迹 只有对料理的热情 即便因为一天 占十几个小时 造成腰部受伤 容易闪到 也不愿退居幕后 我这种炒菜都要护摇 都要护摇 都要护摇 护摇 你把他绑着 那么热也要穿那个护摇 那种的话 现在就请学长后班 没办法下床 那真的没办法 连穿裤子都没办法穿裤子 所以慢慢慢慢 就扶着墙壁慢慢扯出来 就不要想他专注炒菜 阿姨师的川客菜 掠获着陶客们的胃 哄着一颗热爱做菜的心 在深厚基础之下 持续精进与创新